小姐在逛街 嘩 真是蛋傘 全部回來了 張媽媽廚房之懷舊小食甜蛋傘 大家好 歡迎收看張媽媽廚房 記得小時候和姐姐逛街 有位大叔踩著單車 單車頭有一個透明的膠箱 載著很多零食 記得有馬仔 野滿糖漿的蛋傘 兩姐妹就把蛋傘很開心地吃光 蛋傘在酒樓都不經常見過 不要緊 我今天想和大家同年吃蛋傘 如果你們身邊有喜歡煮食 又喜歡吃蛋傘的朋友 可以按下留言分享給大家 材料有高筋麵粉 190克 全雞蛋液 116克 適量的高筋麵粉熟造手粉 有生油 25克 小蘇打 2克 食用的臭粉即炭酸輕胺 2克 炒香了的芝麻 10克 煮糖漿 用料有白砂糖 100克 冰糖 25克 麥芽糖 50克 清水 150毫升 糖漿可以自己做的 但有些朋友說不想做 你可以去超市買些現成的糖漿 也可以的 將高筋麵粉放入大容器 小蘇打加入食用臭粉 加入2茶匙水 搅拌溶後 再加入和麵粉一起搬勻 先將雞蛋液放入高筋麵粉一起搬勻 留一點保險 每隻麵粉的瘦水能力都有些差別 把麵粉拌勻 把所有材料拌勻 把所有材料拌勻 把麵粉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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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麵粉拌勻 炸起來效果更好 有些朋友說不想用手 直接去接觸麵粉 你可以戴手套 把麵粉拌勻 用手拌勻 感覺麵粉拌勻 乾濕度會好 這裏有十多克的雞蛋液 這個麵粉拌勻 我感覺上是可以的 不需要再加下去 所以剛才叫大家 拌勻麵粉拌勻 不要全部一次拌勻 是這樣的意思 拌勻麵粉拌勻 你的容器三缸 不要拌勻麵粉拌勻 所以把麵粉拌勻 將麵粉拌勻 配一張短眉紙 或是 灌乾濕的布 覆蓋 dej umba 放25分鐘 了 好 Catherine 抄勻麵粉拌勻麵粉拌勻 等麵粉拌勻麵粉粉拌勻麵粉拌勻麵粉拌勻盖沃 即 Zeiten contribution 現在給麵粉拌勻麵粉拌勻麵粉拌勻麵粉っぱ 封一封 弄在四方形 搅拌的时候比较容易搅拌 这些手粉也是高筋粉 把手按住 把它推开 搅拌 一定要搅拌 不然按下去 就会连在一起 就不漂亮了 如果桌子不够大 也可以搅拌 搅拌一下就会薄 要有耐性 做一些好吃的东西 需要耐性 和心肌 都很薄 要用手 用手 去感觉 哪个地方 是比较厚的 就用粉滚 在哪个地方 在哪个地方 把它推开 推薄 因为这样推开 你看 透光 你见不见到 我的手 雲吞起那么薄 我们製一块 长 就是12cm 寬 就是4cm 把手切齐 把它切成 切成 其实长度是炸的锅 可以开到多闪 就不会浪费 不会浪费 接一接 之后 再把它切成 在这个位置 这块皮 就是戒三刀 在中间拿到一刀 这边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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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将上面一刀 穿在中间的洞 中间的洞 将它放入锅 放入锅 然后撒粉 放入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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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锅 这边是150毫升的水 放入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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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Not 放入锅 加入锅 放入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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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想方便點煮糖漿 可以去超市買好的糖漿 自己放在蛋傘面上吃 糖水煮至冰糖快溶了 弄的時候不要輕微把筷子撥 如果糖水黏在煲邊會煮到焦了 焦了後味道放在糖水裡就不好 現在可以加入麥芽糖 給耐性一定的功夫才能放進去 黏得緊 現在用中小火 用來煮糖漿 你看一波多密 現在煮到顏色很漂亮 很濃稠 不用煮到很濃稠 不是用來黏食 我們會把蛋傘放進去吃 濃稠度好像這樣 這個攤凍才能用 要攤凍才能用 你看我們煮的糖漿 濃稠度剛剛好 這個顏色 淡黃色 油量是視乎你用鍋或鍋來計算的 最重要是浸到蛋傘 待會一炸就會浮起來 浮起來了 煮完油鍋後 才會加入油 有炭熱爭的朋友可以測油溫 油溫要170-180度 如果沒有就像我一樣 用筷子 先攪拌均勻 溫度才能平均 在中間 中大火 剩下的油溫 看看油溫是怎樣 放進去 即是油溫可以 用中火 逐件逐件放進去 不要貪心一次過放進去 放進去 我們要輕撥 像炸油炸鬼一樣 要撥來撥去 才會鬆透 顏色 不要滑到很深色 因為當你拿出來 還有一些炎溫 會令顏色更深 像現在這樣 就把它拿出來了 廚房紙的碟裡 放油 好了 完成了 又到開心時刻了 我們拿一件來試一下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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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到聲音嗎 嘗嘗 很有童年的感覺 全部都抑回來了 糖膠很清甜 好好味 喜歡我今天介紹 記得和家人或朋友分享一下 直到停不了口 喜歡我今天介紹 記得按讚 記得訂閱我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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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Facebook 我頻道也有很多 懷舊的食譜 和大家分享 都歡迎大家上去瀏覽一下 童年回憶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